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试试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九集 在后期照片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不想保留的元素 例如多余的游客,地上的树叶,井盖 再或者是想要把一个元素复制克隆贴到另外一个位置 这些需求在Luminar 4中都可以得到满足 并且它的效果还不错呢 想要完美的去掉那些不想要的元素 需要使用橡皮擦和纺织印章工具搭配一起使用 它们的位置在编辑界面 找到右上角的铅笔和尺子的图标 点击进入帆布界面就可以看到了 以点为单位的污点十分的常见 不仅是传感器污点还是画面当中面积比较小的元素 都可以使用橡皮擦解决 例如地面上的这些小石子 处理方法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选择橡皮擦工具就可以轻易的去除这类污点了 在清理的时候,根据污点的大小调整橡皮擦的尺寸 当点击污点处,画面就会出现红色的小圆点 覆盖住了原来的污点 可以用多次点击来扩大覆盖的范围 之后点击橡皮擦按钮进行去除 当然也可以一次选择多个点一起去除 除了点形状的污点,比较常见的就是线性元素 例如电线、杆子等细长的元素 在去除这种比较长的元素时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使用橡皮擦,先在线的一端点一下 之后把鼠标移动到线的尾端,按住shift键 同时点击鼠标,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画一条直线了 非常的省时省力 在背景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识别失误的状况 这里分享另外一个小技巧 在去除的时候先选择纺织印章工具 把这条线分解成几个部分 之后我们再回到橡皮擦功能 分别去除分解开的几个部分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帮助软件进行自动的识别提高效率 比如在这张照片当中 我想要去除画面当中的这个消方栓 如果是面积不大 我们可以使用添加工具来进行涂抹 但是像这个面积这么大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套索工具 这样就可以快捷精准的选择我们想要覆盖的区域 用套索工具在想要覆盖的外沿 给它走一圈 可以多选一些不需要一定沿着边缘来选 这样可以提高它对边缘的识别度 这样覆盖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OK 这样就选择完毕了 那么选择之后呢 会发现还有一些微小的局部 没有覆盖完全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添加 进行局部微小的修补 放大一点画笔 把下边的阴影也选择一下 缩小 把旁边的这些也都选上 之后呢按下橡皮擦进行去除 软件自动去除的原理啊 是分析周围相似的颜色和内容 进行自动的填补 所以这类大面积的去除的识别呢 一定会出现填补内容重复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选择纺制印章工具 来对局部进行复制修补 进入纺制印章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要选择一个纺制的圆 我们先来修复马路牙子的位置 发现纺制的位置并不理想 那么我们就换一个位置来纺制 这个时候呢按下option 可以重新进行纺制员的选择 柔和度调低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复制印章当中 看到了复制的内容 选择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涂抹了 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因为这个马路牙子呀实际上它是有一个透视效果的 远处会比较窄近处会比较宽 所以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复制员 来复制比较窄的这一边 让它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 在纺制的过程中呢 纺制印章的面积越大 所复制的范围呢就会越大 这样呢先从大的地方复制 然后呢再去修补想的地方 先把马路牙子的轮廓复制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它的细节部分 大体上呢这个马路牙子基本上就是复制出来了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旁边的细节 重复性太规律 所以一看呢就是被修改过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部分呢进行修补 先修补一下地砖 让它看上去更自然一点 这个地砖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细小的纹理的 所以在复制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对齐纹理 基本上地砖的这个效果就已经复制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再来去修补一下 马路牙子这上面的这些细节 首先这有一个问题是 这块的地面有一片红色 我复制了两次这个红色 所以需要修改一下 让它变得不那么红了 那么我可以把我的印章尺寸放大 不透明度降低 然后来覆盖掉之前的红色部分 这个烟头也被复制了 所以我们需要去掉这个烟头 重新选择设置这个复制源在它的旁边 然后呢去掉这个烟头 由于我这个不透明度选的比较低 所以一下呢去除不了 但是呢多点几下就会去除 这样呢也可以让去除的内容更融合一点 好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